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可能我们讲的艺术教育 对 就先不讲高等的就大学的教育 就讲中小学这个就是美誉的培养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在中国来说 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数理化走天下 或者说就重视主科语文英语数学 但是长期的这个美术教育这块呢都是缺失的 然后后来就导致了后面很多家长很忙不得去报各种兴趣 办给孩子去补这一块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 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 当时所制定的新的现代中国的教育方针的五大目标 其中一个就是以美誉代宗教 对 美誉代替宗教 代替宗教 哇 那很严重 这是蔡元培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美誉代宗教 所以蔡元培为什么那么努力去推动 比如说建立杭州国立义专 推动艺术教育 对不对 他女儿自己在法国跟他在一起 他已经学了 蔡威廉也是一个女儿画家 以美誉代宗教 那么但是这个目标其实是措施 如果我们看中国现在中小学教育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 就是中小学设置的美术课程 我有时候翻了一下那些中小学的美术教材 我们出版社出的美术教材 我发现大部分还是教画画 从小孩开始画最简单的苹果 金鱼 方子 太阳 到后来画写实一点的杯子 橘子 到后来到了高中就画更复杂了 当然里面还分出了一个专科班 咱们修画画 我们另外也改变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其实不能把美誉 或者艺术教育理解为学画画 甚至我认为跟学画画没关系 我一直希望中国的中小学 都应该配置完善的 艺术教育的课程和老师 但这个艺术教育的课程 不是教理画画 而是教理如何去看人类历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 也就是说增加里的美术方面 艺术方面的修养 而且这种增加的方式 严格来讲也不需要通过一个严肃的课程 好像在小学或者中学 就要给大家讲美术史 没办法讲这个李云林 讲董基昌啊 讲吴斌啊等等的 讲什么不是 大家如果 现在我们中国出国多了 很多人出国了 你们到国外各个大城市 除了逛商业区这个持东西 到最外以外 在你们行为很喜欢逛播 我是很喜欢逛播 我常常在欧美的一些大型博物馆 看到这样一些场合 这场合让我很感动 就是中学老师或是小学老师 带着学生看博物馆 对对对对 这是他们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 我九十年代出去荷兰 这个到了阿卜斯特丹 当然要去看阿卜斯特丹的 著名的国家博物馆 阿卜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夜群大厅 放了就是罗伯朗 那个著名的油花夜群 对对 当时我去那个场合 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真的不是那个油花 油花太有名了 我们当然留下深刻印象是吧 老师前面做了一批学生 然后老师在讲这么好 我在大都会博物馆 在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在周金山这个博物馆 在盖地美术馆 都看了这样的情形 包括赤大哥艺术学院的主板 但是这个情形在中国现在好像多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艺术教育 不是严格的背诵艺术师 那是个专业 但是最好让孩子们从小习惯 逛美术馆逛展览 去那里接受教育 因为所有美术馆 所有博物馆的四大功能之一 就是公共教育 所以他们当然要打开大门 当然要欢迎老师带学生去看 而且学生带博物馆 看的艺术作品耳濡目染 他们不需要记住那些 需要使用硬背的知识 这个作品看久了 他们就会有伤影响 而且小时候培养 他长大就会有一个一生的爱好 大家发现没有 即使很多不是艺术家 但是如果说你有很多艺术爱好 长大的艺术继续维持的话 都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和青少年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 他在美人读艺术生的时候认识一个美国来的一个 其实是商人 不是商人 其实是当时中山大学外语学的一个老师 她的丈夫是商人的 教英语 然后当时我为了学英语跟她交往聊天 然后在聊天当中我非常惊讶的发现 她对艺术很熟悉 我在这边遇上了很多西人 我感觉都是这样 我就很好奇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很认真问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熟悉的艺术 她笑了 又理得笑了 她说我父母带着我 我是在巴黎长大的 那更加了 但是我在巴黎长大的 在巴黎的时候我父亲是每个星期一天是要带我到卢福尔宫和希腊博物馆去看花 我说这没问题 我说那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她说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带我看花的吗 我说怎么带她 她是这样带我看花的 她告诉我说下个星期我们到卢福尔宫 我们专门去看德拉克罗瓦 然后借了一本德拉克罗瓦的画成 然后就把里边德拉克罗瓦最著名的一张油画 让她用拷屁词 把这个画拷败下来 就是这个等于是把人物啊 那个线条把它描下来 描下以后 每个人物是个什么人物 自己插出 这个什么人 这个什么人 好 这是功课 功课做完了 你到美术馆就看了 所以我就印象深了 我说你是这样的 他说我好几年都这样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了 所有话我都是这样做功课 然后再去美术馆看 然后我在温哥华认识UBC的一个老教授 现在退休的Jerry教授 研究汉权的 中文好了一塌糊 研究清代世故 他的艺术史的知识节 让我非常刺激 他是美国人 当然他对西方美术史很熟悉 让我刺激的是 他对印度美术史很有型 很有 很有很熟悉 很熟悉 而且他跟我说 他说我就喜欢印度 每年都到印度去 去看印度的各大遗址啊 博物馆啊什么 我说你看这个印度里 他说哎呀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那个教授笑了 我每次去一个地方 我都要提前做功课 我都要把那个地方的庙宇 那个地方的神迹 那个地方的那些 留下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著名的圣迹 这个查一遍 看一遍 然后我就去那里 去印证 去证实 我到中国的城市 我要看博物馆 我也是这样做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如此热爱印度这个艺术 那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文学 他笑了 研究中国文学 因为他当年就是 那个伯克利大学 这个这个亚图系 他跟我说 他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我就会学 我就学文言文这些 但是你要研究印度的文学文化 我可能要学 然后他告诉我说 印度除了繁语以外 还有二十几种的方言 你都要学 否则怎么研究印度 这是一个学术特 他说我研究中国 是因为我把文言文学好 或者我把这个工具掌握 我应该研究中国 是吧 但是其实我非常的熟悉印度文学 另外一个朋友 在温哥号认识的一个 律师的一个妇女 她说艺术爱好 爱好到什么程度 好几年前我曾经告诉她 广东东馆 馆城美术馆 有一个黄冰红的展览 嗯 真的 一个星期之间她跑去 从温哥华买飞机飘过去 哇 这是为了开展她所热爱的 这个 黄冰红 到了他们还有每年的 一年的年度计划 听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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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 其实我认为 刚刚所说的例子 这里 艺术其实是一种 人生陶宇 嗯 你是不是个艺术家其实不重要 嗯 甚至 只有很少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才能去实际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厅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艺术应该成为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它是一个美的存在 美誉和教育 嗯 那么这个教育最好是到博物馆上 嗯 对 需要一个现实的场景 现实的场景 对 而且不能够用一种 补课的心态去 对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我强烈的希望 中国的中小学灌输 美术教育 嗯 第二个 我强烈的希望这个美术教育的课程不是上课 嗯 不是讲那些干巴巴的道理 对 最好能够不断的安排同学们去看博物馆 嗯 然后让他们形成看博物馆和看卓人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在青少年时代形成的 嗯 一旦形成以后 一辈子忘不了的 你 能大家想过没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最更忍于怀的一定是同学们 对对对 一定是你同年某种原因 你所接受到的某一样 你感兴趣的一种样子 对对对 即使以后你不从事这个行业 但它会成为你的一个人生中不断让你 显得丰满和充实的一个内容 嗯嗯嗯 其实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它就起这个作用 嗯嗯是吧 嗯嗯 好过你无聊 对好像您说起这个我想起就是像 像美国它就培养这个看电影的文化 对从小这个family这样一起去看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电影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 咱们就有美洲非得要早一天看电影啊这样子 到了后来什么家庭蕴蝶啊 对对对 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种 公共教育是整个文化产业 嗯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除了是个经济产业以外 它其实还是个精神产品 嗯对对 全社会来讲非常需要这种推广 所以我觉得中国一提美术教育就是画画 嗯 然后那些中学生们他们一说上美术课就都画苹果 画橘子画杯子 我觉得好奇怪啊 音乐课也一样啊 一提音乐课的是不是去弹钢琴 标准化训练吗 就是这个这个我认为其实修养是个日常的 就是说养成习惯 嗯嗯 其实养成习惯不是只在课堂上才能做 它课堂课内课外可以结合 嗯嗯 所以我非常赞成这个教育 而且到了大学 嗯 我在中山大学当老师 我就身体力行 已经上了十几年的艺术心育课 公共课 因为一个综合大学的大学生 也理所当然的 必须去用他的艺术续养的课程 而这个课程其实就是很续养课 就是就是一种 是吧 嗯 一种 而且我坚持讲 讲的很通俗 这个也好像挺说坏的 嗯 嗯 我的一些中大的一些文科老教授也一再说一个中和大学如果没有公共的啊 不是艺术史专面课啊 嗯嗯 没有公共的艺术心育课 这个好像大学是 是个确实 嗯 会的 会的 我相信会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 所以呢 我这个强烈的呼吁一个要普京美玉教育 嗯 一个千万不要把艺术教育想象成是画画弹钢琴 拿耳朵 哈哈哈哈 贪洋情之类真的真的真的不是要培养人做艺术家嗯 而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免得人年轻大了无聊了 如果有很多人家庭经济好了很无聊了 他们面临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不知道干嘛 嗯 他不赌博咯 哈哈哈哈 是吧 人生不是怕无聊吗 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矛盾体 到了死的时候才发现 哎呀 岁月如梭 我这一生怎么就活到头了 哎呀 能不能延长一秒钟啊 他平时有时间他觉得很无聊 哈哈哈哈 然后呢 你们不觉得吗 一个人到了成年以后 解决了很多基本生存问题以后 你忽然发现最难解决的是打发无聊 嗯 而无聊正在 成为一种传染病 在迅速地蔓延 嗯 蔓延着我们 很无聊 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聊的社会 我们不是很无聊吗 嗯 而无聊是 慢性自杀 嗯 我真的说的没错 是一个慢性自杀 嗯 如何才能增加我们的好奇心 如何才能增加我们的兴趣 使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之有味 那么你如果有一些业余爱好 还不止玩票 甚至还要比玩票还要厉害的一些爱好 你会觉得很有趣 嗯 你会觉得很有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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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